深度报道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 单侧听损是指只有一边耳朵有听力损失的问题 另一侧耳朵和一般正常人没有太大不同 目前国内推估大约有15万名单侧听损者 而单侧听损其实也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无法听声变味 也有平衡上的困扰 走路的时候容易跌倒 不过这样的听损者并不符合身心障碍资格 要自费全额购买助听器 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所能获得到的资源也相当的少 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等一下过马路要看路要看车子哦 他会让我 他会让你 但是你要看啊 有的车子不住手交通规则啊 好绿灯了走 手举起来 好 陈慧琪紧牵着女儿静静的手 一颗心始终悬着 因为对他们来说 马路真的如虎口 看起来和一般正常人无异的静静 在新鲜儿筛检时 检测出一额异常 是单侧听损者 那时候做出来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是中度听损 大概在四十几分贝而已 对所以医生跟我说没关系 就是因为他说他好一额听得到嘛 而且他的比较不好的那额 大概是中度听损 所以医生跟我说 叫我回去再多留意这样 他说带不带助听器都没有关系 他也跟我说叫我把他当正常的孩子 一般带就好了 一句一耳听得到没有关系 陈慧琪放宽心 让静静实性发展 随着年纪增长 却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劲 他不知道我从哪里叫他 或者是我叫他 他是可能常常没听到 那还有就是他走路常常跌倒 他从很小就平衡非常不好 那平衡的部分我也有当时有误过医师 医师也说叫我那时候让他多骑平衡车 或者是走斜坡走楼梯 就是做这些练习这样 他说平衡是可以练习 但是其实我真的 我也很尽力让他做这些练习 但是他到现在平衡还不好 前两天他也是走一走就往旁边跌 就扑倒了 助听器设备一个5到6万 语言治疗课程一堂最少800块钱 因为单侧听损并不属于社会福利法所规范的身心障碍认定之内 在教育零资源的状况下难题接踵而至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如果有机会多讲 多跟一个人讲单侧听损这个状况 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或者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完全没问题 不是你们想象中就像正常的一样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轻松的生活 对我觉得我只要有机会多讲一次 我觉得很乐意多讲一次 从听声变味 平衡感不佳 语言发展迟缓 长期被忽略的单侧听损者 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 还有一只耳朵听得到从来不是没有关系的事